龚英炳是合肥市一名网约车司机,而车的附加驶位上总是坐着一个人,那是他55岁的结发妻子吴慧。 吴慧14岁时就查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导致不能说话,生活不能自理。 25年前,经人介绍,龚英炳与吴慧相识,从此,相濡以沫,二十五载。 近日,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摇海区龚英炳的家中,他正准备带着妻子出车。 尽管知道吴慧的身体情况,龚英炳还是决定和他在一起。 结婚后第二年,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诞生了。 在短暂的欣喜过后,他把生活的重担默默扛起,一边照顾行动不便的妻子,一边挣钱养家。 随着网约车的兴起,龚英炳考取了驾照,把妻子带在身边一起工作。 在工作的时候,龚英炳与妻子形容不离。 有的乘客在了解情况后会多给些车费,也有人会投诉他。 龚英炳觉得,对于能理解他的乘客,他很感激。 对于投诉他的乘客,他也只能说抱歉。 因为他不能让妻子出事,妻子在,家就在。 照顾人也是一种快乐。 哪里快乐呢? 就像好像人人之间,你照顾他,你也是一种付出,也是一种回报。 那你收获到了什么呢? 收获到了,首先他给我生个孩子。 今天两个人相应相伴,然后倒拉子一倒,这不很好吗? 在龚英炳与妻子住的连租房内,墙上挂满了一家三口的照片。 日子过得虽然有些辛苦,但他们却很幸福。 如今,他们的女儿也已经长大,在合肥市有了自己的工作,以不用两位老人操心。 龚英炳虽不善言辞,但他用一辈子来守护妻子,诠释着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的含义。 对于未来,龚英炳并没有太多计划,只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,妻子每天笑得开心就好。